剛經過這間麥當勞 建築也太美了吧 所有的招牌都是中文的 我們走過來這邊 前面有好多小攤子 它的撈麵好好吃喔 老闆是這樣子現炒的 很香耶 超香的 也就是我們白跑一趟了啦 天啊 哈囉大家 剛下了一場大雨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東西 原來雨啊 下蠻久的而且沒有停 所以我們就在房間裡面等 那現在雨總算停了 那我們先去吃 這邊有一間很有名的草果條店 我們走到草果條這間店 他們外面貼8月24關 也就是我們白跑一趟了啦 天啊 好啦算了我們再往回走 再看吃什麼吧 我們怎麼好像很常 就會遇到撲空的事情 嗯 真倒 剛經過這間麥當勞 建築也太美了吧 它是那種白色的 有點那種歐式的建築的感覺 好特別喔 我們來的這一區啊 過的地圖上有個照相機的符號 然後寫中國城這樣 那我這樣子彎進來這巷子 真的所有的那個招牌啊 都是中文的耶 找到這間餐廳想來吃 廣世竹生麵 我們來吃吃看 大家見到今天呢 它就是獨獨港式浮身麵 那我點的是叉燒雲吞麵 這樣子點的是香港蝦乾撈麵 兩個裡面都有一個雲吞 我在想應該是雲吞的口味不一樣 那我先吃我的叉燒喔 這個撈麵好好吃喔 脆脆脆脆的這樣 這還有嚼勁在喔 沒有煮錯頭 那我想要吃叉燒麵 它真的很甜欸 甜甜的 很香 沒有脂脆味 就有那種甜 甜味偏重的辣椒 那我現在想要吃混混 這其實真的很好吃喔 我這是包肉的 它都會給這小碟的辣椒 這辣椒超級好吃 配這個麵超搭 可以吃一口麵 配一口辣椒 這辣椒是不是很香 吃這個辣椒 我就不會辣欸 就是小小的味道 好吃 那再來是這個蝦乾撈麵 它這個有這種蝦米的味道 也不錯 好辣 它感覺到很香欸 我吃吃看這個是不一樣 我吃吃看這個是不是不一樣 我吃吃吃是鮮蝦的欸 它這個味道很好吃 讚 吃一下讚 然後我們點兩杯飲料 一杯是 超級白咖啡 這個 超級白咖啡 喝喝看 還蠻甜的 可是味道還蠻香的 有點像是那種 就像是那個買那個 三合一那種白咖啡的有沒有 它弄成冰的那樣子 還不錯 然後我點了一個這個是 絲瓦奶茶 我剛剛有猶豫要點鴛鴦還是絲瓦 所以我選絲瓦 好香喔 要點的這個豆腐 因為我看我平常有人說 豆腐一定要點 就點一個吃吃看 它這個豆腐超豐的 很大欸 但這個辣椒 天啊我覺得會很燙喔 它這個好香喔 它這個好香喔 這豆腐也有包魚漿欸 它外面的豆腐那個口感 很像是臭豆腐那種豆腐 鬆鬆的 然後炸的酥酥的 裡面包那個魚漿 好好吃喔 這這樣很棒 這這樣好吃 我覺得這家麵好吃 開心 看店成功 好吃 我們剛剛點的份量都是中碗 還有小中大 那我們因為還蠻餓的 所以我們都點中的 那我們覺得 我的那個叉燒雲吞麵 比較好吃 我們兩個都比較喜歡叉燒雲吞麵 然後我們現在呢 再繼續逛 那這一條啊 就是它是寫中國城嘛 那這一條啊 所以你們看這個街景很有特色喔 我們走過來這邊啊 前面有好多小攤子喔 來看一下 有幾間小攤子啊 不是很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來吃這間 潮州古早桃果條 老闆是這樣子現炒的 很香耶 吃吃看 這一份夾雞蛋喔 才五塊令吉耶 真的很便宜 這我們是有夾辣的 好香 有辣喔 好香喔 它是那個胡瓜 是吃的 然後加這個 加菜跟一點韭菜 有點碎雞蛋 這一條好多炒果條啊 炒河粉之類的 很香 然後路上也蠻多人的 然後有一些小攤子都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再繼續吃我們的下一站囉 繼續吃 吃 吃 我們去吃 我們住的那個飯店附近啊 有一個叫做 明香泰廣東餅家 那我上網查一次有名的 就是老字號餅舖 那我們去吃個蛋塔吧 我們來到我們要吃的蛋塔店 我們剛剛去那個明香泰餅舖啊 我們要買那個 它有名的是三輪車蛋塔 它都賣光了 然後想說 蛤 最想吃蛋塔 那我決定明天再來買 因為它就在我們飯店的斜對面而已很近 然後那個老闆說我們也帶來買 那我們現在呢去吃一個冰淇淋吧 我們來吃這家冰淇淋店 它有這個冰淇淋啊 或是這種雞蛋仔冰淇淋 我們進去吃吃看吧 你看這個冰淇淋超漂亮的 那我們點的是兩種口味 一個是海鹽跟起司蛋糕 然後這是巧克力 另外一個我忘記是什麼口味 顏色超美的 那我先吃這個海鹽跟起司蛋糕 超香的 它那是一種有那個鹹鹹的味道 它的那個牛奶超香 是那種很像北海道牛奶的那種香濃度 很好吃 如果要吃這個巧克力 巧克力旁邊這個是薄荷 薄荷加巧克力 又很香耶 好吃 那我覺得這家冰淇淋很好吃 那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